作詞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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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裝滿愛我的小禮像悲劇 說不清禮還亂指尖真情 心情在紛亂的城市尋覓 喧囂中何處站立 多是情 又是愛 都是母親 愛的錯 錯的情 難聽兩意 思緒 被故事的糾結談心 開啟了一片漣漪 有眼角層面 深而有魚女 誰能逃避 公車抵著機 放在喚不起 誰說容易 讓愛讓情 每天擁抱你 生命在陽光下 太美麗 照我們的家 照可愛的家 讓我們珍惜擁抱 讓愛心默默起航 讓愛心默默起航 徜徉在千古萬家 有家有愛 有愛 馬上過來加班 通知企劃部的 全部過來加班 來 你喝口水吧 算了 我知道我心裡急 但是這個時候不能亂方寸的 尤其不能把身體累壞了 你看看你這個眼睛 現在跟兔子似的 你這個掌門人現在要倒下來 你說讓底線人怎麼看你呢 是吧 你趕快回家吧 這兒有我的 我盯著 好吧 我哪兒都不去 我必須留在公司 你看你這個 那也行 那你 你不回家 就躺沙房上歇會兒 員工我來聯繫 好吧 這行了嗎 行 聽你的 那你得答應我 等他們一來 馬上把我叫醒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來 來 好 那兒閉上眼睛啊 好 那兒閉上眼睛啊 好 那兒閉上眼睛啊 哪位啊 是我 毛景峰 是你啊 怎麼了 我現在在你公司大堂 你下來一下 我有事找你 你等著 我馬上就下去了 你找我什麼事 當然是大事了 要不 怎麼會半夜三更打電話找你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大家都是聰明人 你說我怎麼知道的 這麼說 背後搞陰謀的是你了 何兆海 我先糾正一下你的措辭 這不是搞陰謀 這是謀略 不過 今天我有個交易 可以讓中天逃過一劫 不知你是否感興趣 我跟你這種人不做交易 只要這個交易成功 中天可以沒事 其實你也知道 商場如戰場 有些時候 得用些非常的手段呢 之前我在中天 當總經理的時候 做過幾個項目 用了點 我想也明白 所以你現在把這些事 都兜出來 都推到丁心如的身上了 對吧 不在其位 不謀其職 現在誰是中天的老大 誰就要背這個黑鍋 毛錦鋒啊 你還是個男人嗎 你用這種卑鄙惡劣的手段 迫害你曾經愛過的女人 你真無恥 無恥 對 你也說我無恥 怎麼了 一天晚上有兩個人說我無恥 不過有一句話是對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何兆海 商場如戰場 這不是老生常談 是血淋淋的事實 如果你玩不過的話 早點滾蛋 你想跟我玩是吧 好啊 我陪你 你說怎麼玩 我知道你對丁心如很體貼 很包容 這很好啊 該當護花使者吧 也是吸引女士的一種方式 既然事事都護著丁心如 看你這一次 是不是願意幫她解這個尾 有話就直說 好 你愛著丁心如 我愛著蘇莉莉 但蘇莉莉心裡只愛你一個 條件很簡單 只要你 讓蘇莉莉對你徹底死心 那我可以放中天跟丁心如意嗎 怎麼樣公平嗎 蘇莉莉怎麼會喜歡上你呢 這個不用你替我操心 你要做的只是要讓她死心就夠了 毛景峰 你真是打錯算了 找錯人了 我可以把這個事跟蘇莉莉說清楚 但是我絕不跟你做這個交易 我會把你這些所作所為都告訴蘇莉莉 讓她離你遠點 你別這麼著急著回答我 想清楚 想清楚 如果我把我掌握的東西捅出來的話 丁心如會有什麼後果 那我告訴你 如果你敢傷害丁心如的話 我饶不了你 想通了 我再跟你說一句 如果你敢對蘇莉莉 再怎麼樣的話 我同樣饶不了你 何兆海算你狠 好 你等著給丁心如探監吧 你怎麼下來了 不得上邊多睡會兒 你真是喪心病狂啊 等這種人生氣不值得 我沒生氣 沒有 為這種人渣根本就不值得 我餓了 陪我吃消息 媽媽 媽 我今天一大早就起來了 把這個藥全都配起來了 不錯 效率還挺高 可是 您一聲令下 我必須勇往直前 可不敢耽誤您抱外孫子 媽 不過這個藥啊 怎麼煎才還得您親自除 還算明白 我跟你說啊 這煎中藥可是技術活兒 你要在我的指導下嚴格進行 是是是 一不留神 這藥性就打折扣了 好 那我先回去準備一下 好 還行 態度還行 媽 這個還要放蒜和洋蔥呢 當然得放啊 一味都不能少啊 少一味就不靈光了啊 那我放啊 放啊 有什麼好客氣的 太多認真點 好了 媽 你這個藥方 煎起藥來還蠻稀奇古怪的啊 那當然了 要不然叫宮廷秘方啊 那個秘方秘方 就秘在這兒呢 人家忠義 講究的是鑰匙同源 君臣足矢 跟你說了也沒用 你只管喝下去就行了 謝謝 一定喝 一定喝 媽 要不然說您的知識就是淵博 見多識光 真的是 聽君一席話 盛讀十年書 我就願意和您聊天 哎呀 跟您一聊天啊 我就覺得 我那十幾年的書啊 都 都白讀了 說吧 說吧 別啰哩啰嗦的 想說什麼就痛快快說 媽 你看 今天小舅舅逃不過您的法眼 我的這個忠心思想呢就是 我痛改前非 我洗心革面 我重新做了 別在我面前革面 你要革到文匯面前去 在我這兒沒用 媽 怎麼會她不理我呀 我理你就對了 不理你我也沒辦法呀 我不能把你們綁起來過日子呀 靠你自己呀 媽 這個事情你得管一管 你不管不行的 我管不了 我沒用 我什麼都管不了 靠你自己 您 您不管讓我生什麼孩子 你 你說什麼 我說您不管我怎麼生孩子嘛 媽 你想 這生孩子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 光我一個人不行的 我再努力 我再和您這個宮廷秘方 文匯不配合 那 那也沒用的 您說您抱外孫這個夢想 什麼時候才能美夢成真啊 是不是 媽 我現在真的什麼都不想 我就想 文匯要是能給我生個兒子 讓我當孫子我都願意 你那嘴妖 一會兒孫子一會兒兒子 差半了 行 行了行了 別老逗了 我有空了 謝謝媽 謝謝媽 媽 那我和文匯的幸福 就全靠您了 還有您外孫子的幸福也靠您了 我們一家四口的幸福全都靠您了 怎麼是四口呢 萬一文匯生個雙胞胎呢 能耐的你 淡胞胎都沒影了還雙胞胎呢 這嘴別別別別別 你看你看 你看那兩片嘴唇長得你看 那麼薄那麼薄 站起來回來 別別別別別 說得我頭都暈 別說了 研究你的宮廷秘方吧 好好好 麻煩 好 我去 誰啊 熟胞胎熟胎 劉淑淑來了 在家了 媽 劉淑淑來了 莉莉媽 不用 我給你別忙 這麼做飯 來來來來 坐坐坐坐坐 不坐了 我坐不住 是這樣 我呀今天來啊 就是為那洞千的事情 這劇委會要剛 那個 怎麼樣 你裡面活去管著的 別把油鋪出來了 快去去 沒事了沒事了 剛剛不好 正好聽劉主任一起講講 這個洞千的最新進展 你不用聽的 你去盯著 沒氣最近老是出事 別讓他鋪出來 就你去去去去去 那行 那你們聊 來 喝水 謝謝你啊 你去忙 把門關起來啊 盯著啊 是這樣 今天啊 我特意來呢 就告訴你 洞千啊 這幾天就要開始了 這次啊 咱們一定要按政策辦 誰家都不能當盯子 你放心吧 我們家不會的 我們都是有覺悟的人 我們一定用國家政策 不會給祖先丟臉的 這次消息準不準啊 不會有幫打雷不下雨吧 這次啊 可是板上定丁的 我洞千政策就 你 幹什麼呢你啊 擦地 地 地 地有點髒了嘛 擦地就擦地 好好擦 抓癢呢 那 那 那那那那 那都髒了 擦一下 好 這這這這 好耶 用鏡擦 對 黑點黑點 使勁擦 廚房地 油多 得用洗劑鏡啊 我最近啊 腰不太好 這廚房地是沒擦乾淨 好好擦啊 哎哎哎哎 你這個女婿啊 可真夠勤快的 可不像我們家那個 這進了門啊 百事不問 現在油瓶子倒了 她都不該浮一下的 油瓶子倒了 怎麼能不浮的 又要浮的又要浮的 但路子不正是吧 得把她掰正了呀 你坐你坐啊 好 我跟你說啊 拆盡的事 沒你什麼事 別動外脑筋 你放心吧 我是動什麼外脑筋啊 沒擦筋 我現在就是想 雙胞胎 雙胞胎 這就對了 是 你給我聽好了 只要你跟文慧好好過日子 以後有文慧的 就有你的 腦子清清爽爽的 淋淋親我 文慧 我曉得她曉得她 冬籤我一點一切都沒有 你看 嗯 擦一個 擦擦擦 哎呦 這下再擦那個 當鏡子用了 擦亮了擦亮了 擦亮了 擦亮了 爸 你在那兒爹地咕嚕幹什麼呀 擦點聲 也教教我呀 我好回家調教我那女婿去啊 這個一家有一家的情況 關於調教女婿的這個方法嘛 它也是因人而異的 關於調教你女婿的這個事情 要不我們改日再一起 這個切磋 一起切磋 一起切磋 好 什麼味啊 行吧 國天民房 快快快快快 快 好的 媽 這個 無來的 雙胞胎啊 不管這更有多苦 我都能喝得下去 可是這個藥啊 味道實在是怪力怪氣的 其實你怎麼怪力怪氣了 其實rauen 有洋蔥有大蒜的 这个味道 你闻闻 我不闻 我不闻 我最近感冒 我闻不出来 你没喝怎么知道怪力怪气 喝吧 喝吧 快喝呀 实在喝不下去啊 我想出一个办法 就前不久 我在中药台看的 是一个专家说的 他说呀 喝中药的时候不是怕苦吗 你就把这个鼻子堵住 鼻子堵住呼吸道不痛以后 他的味觉就迟钝了 就闻不出这个 吃不出这个味道了 你试试看 堵住 堵住鼻子啊 堵住 不是这样 你就会插一件葱的 这样也 捏住 这样吗 对 好好好 我跟你讲 来 轻点吧 已经很轻了 这么娇气 我今天才发现 你的鼻子很尖 我喝了 来 喝吧 喝吧 来 喝吧 你要知道 这喝的不是重要 是幸福 享着幸福 享着幸福 我不哭了 享着幸福 神经病 就突然在你 我乏 休息 恭喜 小高 想去 把皿 기를 急 热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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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伯伯 太辛苦您了 正常跑一趟 坐坐 这事 先别着急啊 就算有人背后捣鬼 我想 这工商部门一定会秉公处理 凡是讲究证据 只要他们处理得当 不用贪心 这个幕后的推手是毛景峰 昨天她亲口承认 她是长脸 什么脸 大概就是想给个下马威吧 她这个人 历来做事都很卑鄙 毛景峰我太了解了 小人很有心计 她在中天当了那么久的总经理 现在突然间反咬中天一口 我估计手里是有一定的把柄 这个电话 喂 贾总 我是 你让我们查这事我们查过了 和毛景峰有关系 好的 我知道 那我们 先别动 先别动 好的 那我们等你电话 好 好 那就不打交集了 再动 好 没事 消息说 中天开上那块土地 毛景峰也开上了 她现在想通过打击中天 竞标到那块土地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可能就让毛景峰得逞吧 不能就这样便宜她吧 我就是 如果得告诉你一件事啊 在商场上 你必须要学会一件事 那就是接受失败 不论是 不论你是站在有理还是没理那一方 只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从失败中去做总结 得到教训 可毛景峰也太猖狂了 她早晚会得到教训的 我就是不甘心 好 这位先生出价一亿 有高过一亿的吗 一亿一次 一亿两次 好 这边这位女士出价一亿五千万 有高过一亿五千万的吗 一亿五千万一次 一亿五千万两次 一亿五千万三次 成交 丁总 我们好几家公益商 听说了中天 因为接受公商调查 而被迫退出了这次禁派 都来打听了 该怎么回啊 以后这种事别来烦我 不回 随他们怎么想 今晚才能开出喜好 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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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我仙人掌干什么 你嫌我心里的刺扎得不够多 恐怕不是光心里光 浑身都是了 还记得我 我刚认识你那会儿 浑身上下都是刺 很不招人喜欢 但后来跟你接触长了 我发现 你具有这仙人掌的坚韧哪 不管多大的难处 你都能挺过去 你可别小瞧这仙人掌了 生力强着呢 打不倒压不垮 我现在都被挤扁了好不好 欣荣 大风大浪都传过来了 这么点小挫折 受不了了 现在这一关 我不好管 可是我不能让宗天 老是处在这种被动的局面 你压力也别太大了 我跟你说 毛景峰这个疯狗行为 它有一部分是冲着我来的 放心吧 我来解决你 是 你方便的时候回个电话给我好不好 知道了 真的 别自欺难为自己 我有时候出去一下 一号地块已经名花油炷 被毛景峰先生成功拍下 而此前对此地块 志在必得的中天公司 并没有出现在拍卖会现场 据有消息透露 中天公司因牵涉到不正等竞争 公司已被查蒙 答案昨天我就告诉你了 我没有改变 但我现在有个提议 你既然是冲我来的 那咱俩就单挑 既然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事情 所以就不要把丁心如扯进来 你也不要再绞尽脑汁 然后打中天的主意 你说呢 我觉得这个提议有点意思 男人对男人听上去很苦 不过你跟我女配的 你何兆怀恐怕还没有达到 要我来对付的价格 相比这些啊 我更想得到特级想要的东西 那就随你的便 我奉陪 什么事 我这没事就不能找你了 那行 那我先走了 省得你看得我心烦 坐下 坐下吧 我不是冲你了 最近丁思里出了点事 心里难忘了 你刚才看到何兆海先生了吗 何先生 刚跟一个女的出去了 我吧 最近你确实有点烦 我的一个朋友啊 喜欢让一个人 但是这件事呢 大家都不看好 你说 她应该怎么办啊 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绿绿啊 绿绿啊 不是说我 不不不 不是 我是说我朋友 我朋友 你朋友是吧 对啊 行 那我告诉你 你朋友和她喜欢这个人 她俩能不能坚持下去 这是他俩的事情 跟别人没关系 懂了吗 原来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应该放弃 他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对吗 那要看你朋友喜欢的那个人 怎么想 如果你朋友喜欢的那个人 他不想继续下去呢 那就得尊重人家的意见 而且你朋友 也应该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不能两个人就这样子纠缠在一起 没意思吧 也是啊 行了 莉莉 别整天管理别人的事 你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吧 原来不是我朋友的事吗 走吧 开心了吧 都什么人啊 怎么会打起来了 不认识啊 那上来就得二话不说 这 这 这 也不知道咋回事 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现在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了 我回头给你请保镖吧 我至于有三五个我还对付得了 新蓉 我觉得 刚才你对莉莉那个态度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怎么了 我话说错了吗 难道 你不是我男朋友 不是 我是说 那个 莉莉她不也是为了我好吗 关心我 我是那种不近人情的人吗 她对你的关心要是有分寸 我至于拿话去呛她吗 在这场夺防大战当中 我们一定要讲策略 懂计谋 目前我们最大的敌人啊 就是何兆海 还有她妈妈 在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两个女人 一个天天为我操心 还有一个为了我死 你男朋友何兆海啊 在宾馆跟别的女人开房间啊 许如如如 许如如如如 你就是无止 无止下流